那個為世 我們講談到這個為世 談到這個為世 為世是外空內有 他主張阿賴雅是八四七田中的阿賴雅 這個世是可以證實的 是可以證明的 證明的阿賴雅以後 這個阿賴雅本身就是佛心 他也是無生無滅 從來本有 不是修行 而正的 本來就在你的身中 把一切的希望的東西通通滅除以後 剩下的就是佛心 佛心本身也是無生 無滅 本來他也就是中觀 中觀也等於為世 為世也等於中觀 那麽以這個密教的道理 相應 由相應 由相應阿 那由密教的身體赤 地到圓滿赤地 到了圓滿赤地的時候阿 你由身體的印作 你由身體的印作 由無肉 著火 明點 去證明佛心 那麽這個佛心阿 本身也是 無生無滅 他也就是 中觀 也就是為世 所以由儀家 一樣可以證明到 中觀 跟為世 然後這三個加起來 你到了智慧的最高點 佛念 你明白了 整個宜宙之間 跟人間 佛 菩薩 金剛 佛法 空情 周天 所有一切的支配 這個就是 總項制 你總項制 能夠證明阿 而且能夠分別阿 甚至於 你把一切的污染 全部通通都消除了 這個就是 究竟的國際 其實這些都是相通的 禪 禪 禪中 也就是在講總項制 也就是在講博焰 禁國 是一個方便 你要明白總項制 你必須要先到禁國 你必須要先到禁國 什麼是禁國 深口欲清淨就是禁國 六祖也講阿 你只要清淨了 一切深口欲清淨 你就是禁國了 禁國 禁國 是一個方便 然後再證明 多遠 所以我認為 魔法是互相關聯 全部都互相有關聯 根本不需要哪一個狀態去攻擊哪一個狀態 沒有 但是你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時候阿 你眼睛一看就知道 眼睛一看就知道 這個修行 它的境界怎麼樣怎麼樣 都可以看得出來 你都可以清楚明白 這就是說 你證明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時候 你看所有的眾生在修行 你可以清楚明白 只有這樣明心見性的人 他才有資格去批評別人 除了這個以外 誰都不可以批評誰 謝謝 我今天是用很簡單的方法 跟你們講修行的行能 跟這個總相智 別相智 一切總智 是怎麼一回事 我是用最簡單的 你如果要了解這個 你去看不無人的那些論文 那些論作 你會看得頭非常的大 而且看不知他們到底在寫什麼 老師跟講的 什麼叫總相智 什麼叫做別相智 什麼叫做一切總智 很簡單 就是這樣 跟你們用白話 一講 你們就 有印象 今天已經講到 很重要的這些點 那麼等一下 這個 綜合研究會 要做什麼觀點 他講是 喪失相應法 喪失相應法的觀點 相應法 所謂相應就是 喪失瑜伽法 喪失瑜伽法 那麼要相應 跟喪失本身相應 要記得 生否意 都要跟 自己的喪失一樣 那不只是 外面的形象一樣 內在的形象一樣 還有原來的佛性也一樣 所謂瑜伽 瑜伽的本身所謂瑜伽相應 這個是二則合一 二則完全合一 為什麼能夠合一 親近就能合一 親近自己 那麼引起根本的智慧 進入到你的心中 你融化在根本的智慧裡面 融化在根本的智慧裡面 以根本的智慧 跟你自己的智慧完全合一的時候 這個就叫做相應 好的 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麻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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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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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